接着看桃园市中立新民市场这里长久以来外围摊商占据交通混乱环境脏乱 市场内呢生意冷清 市议员叶明月在总质询的时候就要求改善 并且针对地震之后建物的安全疑虑 评估结构补墙或者是就直接重建 请市府要提出明确的配套 中立新民市场在2015年结构补墙后重新开放 但启用以来生意冷清 二楼的摊位也招商招不满沦为文字馆 而市场外的摊贩占据马路造成交通混乱 环境充满了垃圾 市议员叶明月在总质询时 要求金发局想办法改善 除了楼下开会之外 楼上也希望能够活化 能够来善加利用 能够不要让它变成文字馆 那可是呢 这个新民市场真的问题还是振脱 所以上个会期我们讨论带 讨论到这个外面的摊贩 不然去影响到交通 那我们希望来做改善 另外新民市场在零四零三的地震后 装饰墙面裂开 但主结构没有受损 市议员叶明月担心建物结构的强度 询问是否需要重建 台湾市副市长王明俊表示 经过评估是达到可以拆除了标准 但是有摊伤安置问题 需要严理配套措施 但是可以结构补墙也可以拆 也已经符合拆的这个状况 可以补墙也可以拆嘛 那现在就是看市长 那我们这边决定到底要拆 还是要继续拆 对但是跟你报告就是说 这个要用一个通盘的这个检导 是如果拆的话 会有这个相关的目前的摊伤 安置的问题 那所以要找到中继的一个地方 进发局说明 新民市场是否需要拆 市府内部还要讨论 如果要拆除 会找中继市场安置摊贩 如果不拆 会暂时用结构补墙的方式处理